品格是合作 品格是責任 我相信品格為一切的基礎 我願意以品格要求自己 杨德恩是台灣品格籃球營創辦人 年僅21歲 及舉辦過大型的籃球營活動及演講 高於時期 運著交換學生到美國讀書一年 有機會接收到 曾經是NBA球員教練的教導 而這位教練重視品性與紀律 更勝於球技 也讓這個台灣小子大開眼界 當你看到你的隊友 好像快沒有力的時候 要給他鼓 力 給他鼓 力 好 給自己鼓勵一下 好 回到台灣之後 楊德恩更加希望透過籃球 將品格導入 和他一樣熱愛打球的學生 帶動心靈成長 讓籃球改變青少年的未來 歡迎德恩 嗨 德山你好 你現在主要就是辦一個品格籃球營嗎 對 希望透過籃球帶給年輕的學生們 一個好的品格 對 所以品格籃球營跟一般籃球營 其實最不一樣的是 因為一般的籃球營 我們可能著重的點是在分數上面 技巧 技巧 分數 可是在我們品格籃球營裡面 我們追求的是態度 然後還有品格 就是說他們在這個籃球運動裡面 他們有沒有盡他們所能做的 然後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學到teamwork 有沒有學到尊重 團隊 我想這些是我們最主要的focus 所以籃球只是一個媒介 對 要達到你最後的目的 就是在品格這件事情上 是的 是的 但籃球還是很喜歡嘛對不對 對 我自己是很喜歡打籃球的 當時我在美國高中的籃球隊 然後我還記得在這個 征選的過程當中 我還記得第一天征選的時候 有60個人參加這個try out 然後球隊只收20個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教練 第一天來 他很高 200公分 然後很壯 他說好第一天我們try out 我們就來跑步 就一直跑操場 然後跑完之後第二天說 也是try out 就來了只剩三十幾個 然後竟然就說差不多 就第一天跑了大家就怕了 沒錯 他就說差不多就是這些人 我還記得有個隊員 他六尺四尊很高 一個黑人 然後彈跳性非常好 他可以灌籃 然後可以做很多的事 當時我在球隊 壓力非常非常大 可是我發現這個教練 他好像有一個原則 他好像看待選手的時候 好像不是用他的球技去看 就我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非常好的選手 然後他後來到最後一關 他竟然沒有進得球隊 因為教練跟我說 因為他沒有成績 意思是說他在學校他沒有去上課 所以他只來打球 所以他不讓他進球隊 然後我們的球隊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原則 他說今天如果是三點練球 代表你兩點四十五分你要預備 三點開始練球 你如果遲到一分鐘 你會發現體育館門鎖起來了 然後你就不能進來 就請你回家 然後我們的教練說 你如果第二次又遲到 很抱歉你的球衣可以還給我 你已經可以退隊了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這個教練 他以前是有打過NBA 所以說這個教練好像真的有料 然後也有內涵 所以我開始在他的球隊裡面 學到不只是球技 而是那個中間的態度跟品格 為了想要更了解我們的土地 所以今天我們決定 要從內灣火車站走到司馬庫斯 路程是17個小時 然後我們想要挑戰 只用拖鞋 不能夠洗澡 要野素街頭 只能用500cc的水 還有三包乾糧 這是我們的挑戰 1 2 3 加油 交換學生的磨練 擴展了楊德恩 處理事情的能力和看法 此外 美國籃球教練 對品格要求 都讓他思考要讓這些領袖 能夠回饋給台灣的青少年 然後交換學生回來以後 讓他大開眼界 他想要說 如果回來台灣 回去他的高中母校的時候 他怎麼樣來 把這個品格籃球帶進來 那變成說 奇怪這個孩子回來以後的話 變成好像有很大的企圖心跟意象 而且他所規劃的 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譽 就不是說為了我說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覺得 哇 他的格局跟眼光 從交換學生回來 大為競爭 那當時我回來之後呢 我就一直很想要把這樣的理念 帶回來 沒錯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搞不好可以找 啟蒙我做品格籃球的那個教練 就是美國那個教練 美國那個教練 George Banks 於是我就開始跟大家聯繫 我就說那個 那個 Coach Banks 我在台灣 然後我也想要做品格籃球 我們可以用一顆籃球 改變整個地球 一顆籃球改變整個地球 對 我說你要不要一起來 然後他就說 好啊好啊好啊 然後當時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來台灣 我們能不能來七天 睡一個禮拜的地板 他就又想了一分鐘 我覺得你很會談判耶 都徐序漸進有沒有 對… 先把他心中的熱火先燃燒起來了之後 對… 後面再慢慢的講 沒錯然後後來他就說好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興奮 我就接了台灣的這個 很多這個球隊很多的機構 然後我在七天之內 我們連結了台灣 三個城市超過十個機構 我們想要辦我人生第一次的籃球營 因為我覺得要做的事就是 把它做最大做最好 你真的是沒有經費嘛對不對 對…第一次辦 你錢到底哪裡來後來 就先跟爸爸媽媽借 因為跟爸爸媽媽借沒有利息 所以呢是… 所以我就跟爸爸媽媽講說 爸爸媽媽媽 這筆錢是一個教育基金 你先投資在我身上 未來你會看到很棒很棒的一件事 你剛才多會談判耶 所以我就說爸爸媽媽 你先借我這筆錢 然後你這筆錢可以改變一個世代 所以爸爸媽媽媽你要不要借我錢 然後我當時呢 我爸非常慷慨 因為當時我要籌一張機票到七萬多塊 我爸非常慷慨 他就說 既然是教育基金 那我直接贊助你 嗯… 所以就很感謝主 那當然其他的經費 我也是在教育做演講做分享 然後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會開始幫我們奉獻 沒想到當時來了一個地表最強的颱風 然後因為那個颱風呢 這個教練他就搬起延期 然後延期完之後 他打電話跟我 他說 呃…Daniel 沒有 我這裡有一些急事 我說什麼急事 他說 呃… 我可能這一次沒辦法過去 哇…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的家庭有一些狀況 然後我很抱歉 我真的沒有辦法過去 當時我真的無法接受 我就開始跪著抱怨上帝 我說上帝你給我這個機會 那你為什麼要玩我 對啊…開什麼玩笑 你為什麼要開這個玩笑 對… 然後我第一次辦活動 我沒有錢 我也好不容易把錢賬來 然後我也沒有經驗 你這樣做感覺好像在斷我的路 每天就跪在神面前禱告我 然後我說上帝你要給我一個答案 嗯… 然後有一天晚上 突然有個想法進入到我腦袋 那個想法是 今天要做品格籃球 是代言人重要 還是理念重要 所以這句話就很衝擊到我的生命 我想說對啊 上帝今天把這理念放在我裡面 是不是可能是要先從我開始 雖然我沒有能力 於是我就在兩天之內開始 去預備原本NBA全要講的演講 然後就開始準備講稿 然後趕快召集團隊 當時我找了其他四個人 我們平均年齡不到20歲 然後我們做這樣的籃球營 所以我就開始跟他們分享說 我們怎麼樣子重新站起來 所以後來我們去年 就在去年2015年的8月11號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籃球營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辦完了 那學員給你的回饋呢 又帶給你一些什麼樣的感動 就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我們籃球裡面 有一個人 他其實天生弱勢 然後他只有打籃球的時候不會弱勢 很奇怪 他喜歡打街頭籃球 所以他就 他因為打街頭籃球就會 就會認識一些人 然後當時他有接觸一些比較複雜的人 後來就不小心就因為槍子的關係 就被關到監獄裡面 然後在監獄當中 他就開始思考 思考自己 然後他出來之後 他參加了籃球營 然後聽到我們講的一句話 他說 他說 上帝他不看你過去怎麼樣 所以一切都是行的開始 然後他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手抓緊我的手 非常非常緊 然後他說 品格打碎了我 他說 這兩個字完全打碎了我 然後這時候 他就把他衣服打開 這邊就一個腫瘤 他說 我現在得了別人來 他說 我不知道我生命還能夠在乎幾天 不過他說 德恩我想鼓勵你 繼續做你現在做的事情 他說 你做的是非常非常對的事情 所以就有很多這樣的 籃球營的這樣回饋 讓我覺得 哇這些感動 真的是 我必須要繼續做下去